防颤,心脏的乱跳该怎么办呢? 告诉你治疗的原则 朋友们好,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防颤是我们很常见的心理市场 简单的讲,就是心脏乱跳 我们正常人的心跳就像一个钟摆一样 一下一下有节律,很规整 但是如果发生了防颤之后 那么这种节律就完全打乱了 没有任何规律可循 心脏乱跳带来的危害很大 其中最危险的就是容易形成血栓 这个血栓就随着血流到处乱跑 跑到哪里就堵到哪里 最常见的就是跑到脑子里 把大脑的动脉堵塞 造成中风偏瘫的严重后果 那么发生了防颤 我们该怎样进行治疗呢? 咱们要遵循三大原则 第一,维持正常节律 就是尽可能把防颤消灭掉 让它重新回到我们正常的节律 有两个办法 一是靠药物 第二个就是靠微创的射频消融治疗 第二个大原则就是减慢心率 如果防颤治疗不好 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它的心率控制慢一点 防颤之所以会让人心慌 胸闷不适 那是因为防颤后心跳就明显快了 当然也有慢的防颤 并且这种节律很不整齐 人就会感觉很不舒服 这时就要用药物把快的心跳减慢下来 就可以明显减轻症状 第三,就是抗拧防止血栓的形成 因为容易形成血栓 那么就要用抗拧药物防止血栓形成 这样即使有防颤也不容易形成血栓 就会大大减少中风的概率 当然还可以通过左心耳风毒术 把形成血栓的这个部位给它封闭掉 血栓就不会形成了 以上就是防颤的治疗三大原则 为了预防中风 防颤的朋友一定要重视